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还得躲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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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二个 乞串 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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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这个汤 好咸啊 也不怕吼死 你还笑 做饭的时候不好好做 瞎打电话我 看看你做的都什么玩意 有话喝 怎么不闲 哎呀 传呢 有完没完呢 放假电话 喂 你说 我们公司主要是由宣传部门来负责跟你们对接 其他的业务也有专门的部门 重色轻右 明天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又有什么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么快就如胶似漆了 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个节目宣传资料 我这次都带过来了 给你们看 这就是那种具体数 你们聊你们的 我就来这上会儿网 你看这是一个 商业访谈类节目 虽然不是什么明星节目 但是受众主名非常高 在业内也是有很高的地位 很多知名的地产商 都上过这个节目 所以我觉得我带了一些资料 你可以看一下 给我也看看吧 不就是个门户网站 尚不成熟的财经频道吗 搞得这么傻有见识 本公司连知名电台的 访谈类节目都上过 还有得着 去你街上的破地儿宣传 套近乎也不选个 拿得出手的 这档节目我看过 朋友推荐的 还不错 你看 这些都是访谈的揭露 狙击手的眼神 还用得着你给执 还有这个 我说 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太低了 而且都是一些企业家 对现在经济状况的透视 这个节目 对企业的宣传度太小了 我觉得网站的关注度 是要慢慢增加的 需要迷人的影响力来带动 实现一种共赢 至于你提到的 他们的访谈内容 我觉得那都是题外话 再说了 这是对企业文化的宣传 起码宣传 总比不宣传好吧 那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可 我要看一下近期的安排 如果没有其他宣传活动 可以考虑一下 该走了吧你 对了 刚刚袁如给我打电话了 一个劲的夸我 说要不是我死皮烂脸 在这儿磨着你啊 他还在家数大米呢 我们公司是不是要招收 一批新血缘呢 是 下跪十五号开始招新 我还跟他说啊 这都不是我的功劳 明明是你这个做哥哥的腾塌 舍不得他在家里 听说黑豹特卫队 有一款特制皮靴 外面包裹着铁皮 格斗的时候啊 能一下子踢到十多人 听说了 还有空手夺刀手头 我正打算订购一瓶 我说大姐 你能有点眼力见吗 你知道袁如今天去哪里了吗 他去了一趟菜市场 说要亲手给你做一顿好吃的 我听袁如说 谢谢 你做的饭特别好吃啊 谢谢 谢谢 好看啊 穿起来特别新奇质 那是老子买的 然后再吃点 就 hoş他还取得 最后我比我 Perez